你身为我的陪读 你能不能有点诚意啊 能不能给我一些灵感 灵感 干吗 提高激素水平 有利于灵感的迸发 两个人 马娃啊 别弄太晚 还不都是你害的 还剩最后一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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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这边走 秦老师好 主持人好 秦老师好 这个是我昨天准备好的资料 你都整理完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会给我开天窗 自己熬夜还准备了一份 看来我都不用了 谢谢老师 那我先回座位了 别啊 你就坐我边上 不太好吧 这 这个演讲稿是你帮我准备的 我也不熟悉 说错怎么办 可是学生会已经安排好主持人了 我就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吗 没有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好 那你给我压压厂 我去个洗手间 师姐 我带你去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你好 周晓 你怎么在这儿 秦老师让我坐这儿的 为什么 我才是主持人 那你再拿吧 椅子 一会儿放轻松啊 我紧张 我不怕 做自己就好了 加油 单车 你来得正好 我是我们学生会指定的主持人 上次邢邦老师的演讲 也是我来主持的 我说现在这样 我 秦老师都跟我说了 让你俩配合他的讲座 我先走了 加油 来 你看我干吗 周晓 你有必要这个都跟我抢吗 抢什么 别这样无辜了 之前你信誓旦旦地说 跟范仲没有别的关系 现在还不是把他 从了什么地方抢走 他什么时候承你的了 他什么时候承你的了 老师 这边在 谢谢 为了避免此场干扰 所以请各位老师把手机放到盒子里 进行曝光 和新闻上午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贾怡纯 秦邦老师 想必大家都已经十分熟悉了 秦老师 是 周晓怎么合适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 怎么一点劲能乱吗 同时也是张销推理小说的作者 你别说 还挺上座 挺上座 挺上座 这一声 主要与大家讨论一些 关于写作和法医的话题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秦蒙老师 大家好 在讲座之前 我想先介绍一个新同学 他是中文系的周晓 好 好 他有些紧张 不过 我今天的演讲稿 都是他帮我准备 所以我临时做了个决定 我觉得把这次讲座 改成对谈 由我和你两个人完成 好不好 首先呢 提到法医 大家可能都比较陌生 但通过推理小说 和影视作品的普及 让我们对法医 有了一些新的了解 电视剧上的法医呢 通常都是西装笔挺 英姿萨爽 但是我觉得呢 秦老师在实际工作中 一定是窝在皮卡车上 风尘噗噗 周晓说得没错 其实我们看到的 一些案件分析啊 大多都是在电视剧里边 可现实生活中呢 我们就是几个人 围着一个十一寸的 笔记本电脑 大家挤着看 虽然是有点辛苦 但我觉得也挺好 这样给你断练的 每个人都没有 其实五年前我刚进大学的那个时候 我跟你们想的也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 我在南大的这五年 改变了 沈老师 您刚刚提到了您常年办案 对您的写作有很大的素材的提供 那么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 对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案子 您好 哪位 您好 请问你是招翻助吗 是 妈妈现在我们医院接受抢救 目前没有什么危险 但是精神状态不太乐观 请您尽快来一趟我们医院 抢救 对 女性团观光发誓 发生侧翻 病人手腕事故固折 还在昏迷中 在哪个医院 海生这个医院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赶过来 谢谢 其实很多案件真的是特别令人发指 愤怒和难过 但同时 你又会在办案的过程当中 深深地体会到 人世间的那份苦楚 所以今天我特别荣幸 我们可以跟大家有一个这样的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